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分享的是 小情人丁浩与亚洲铁人杨传广同病相连 从丁浩英拍摄体育皇后所导致的职业灾害兼运动伤害 浅谈明星们为拍戏所受的那些苦 1960年27岁的杨传广于意大利罗马举办的 第17届夏季奥运夺下10项全能银牌夹击 这不仅是中华民国首面奥运奖牌 亦为亚洲运动员在该届奥运唯一一面田径奖牌 杨传广的优异表现在华人圈掀起广泛瞩目 尽管不是今日体育明星可拍广告接代言 但走到哪都是各界亲眼相看的关注焦点 1962年8月底 杨传广自台凡美时即利用途经香港之变 赴永华片场拜会电帽群星 处与正拍摄音歌燕舞 恰巧同样来自台湾的影星夜风宜光会面 也与当时电帽顶流之一的青春女星丁浩合影 不知活泼俏皮的丁浩有否当面对这位高出大半个头露出腼腆笑容的体育健将 喊起自己曾皱着眉头说 我与杨传广同病相连的斗趣往事 我本来想学杨传广的十项运动样样斗金 谁知出师未解只肩伤 一向千球就将我弄成这个样子 杨传广不也是我真与他同病相连了 1960年下半 丁浩为电帽出品的新颖题材 学府风光趣味无穷青春片体育皇后 摇身一变能投篮跳高跳远跑步游泳 还会标枪直千球的全能高手 尽管可透过反复练习剪辑借位慢动作等方式 制造出在画面上很厉害的运动员 但片中仍有许多得亲自上阵的场面 青春好动如丁浩 一些奔跑胜或投篮自难不倒他 只是遇到标枪千球累球一类较专业的项目 就得花费时间稍事练习才有底气装模作样 聪慧如小丁浩 两三下就做得有模有样 不料人有失手 丢千球时已不注意导致中止骨脱臼 为尽快恢复 丁浩求助于香港迭打医馆主理人 同时也是电影武术指导的国书名人陆志夫 手指脱臼在陆师傅看来是小事 在丁浩却是件痛事 从杂志刊登的治疗四连拍中 可见过程不长 为对病人而言分秒都是折磨 所幸丁浩的伤很快恢复 他也得返回片场继续赶拍 类似未细受伤的演员不在少数 还好多数是休息几日就可康复的小病小痛 同期较严重的 因数1964年9月 电貌三小刘晓慧在片场排列 三朵玫瑰花时 遭突然爆裂的高热水银灯烫伤面部 与1967年8月 娃娃影后为古装武侠片豪侠转 意外衰裂左腿骨等两桩 被自高空落下的灼热玻璃洗伤的刘晓慧 因此鼻头被玻璃削去一片肉 西装裤被烧破 腿部已擦破皮 事发后他被立即送往医院 医师一块骨肉填补鼻笋 10年21岁的刘晓慧唯恐面上难以恢复 一度嚎啕大哭 还好休养食欲日后 身体与面容都恢复如常 至于事发时年仅19岁的李金 则是因自高处跳下的画面 落地时左脚刚好踩中一个凹凸不平的土蛙 导致左腿挫伤 本来找跌打师傅接骨敷药即可康复的小事 却因拥衣接错了骨而由轻转重 小事化大 最终历经重新手术休息半年才得完全康复 除两位女星的五望之灾 硬汉型男星黄宗逊 则属衣食不察的误伤 他在1965年1月与台湾大雪山普拍《蓝宇之歌》 与男主角张冲近身搏斗的镜头时 持刀的右手不慎刺中自己的左手腕 形成一个三寸长一寸深的伤口 瞬间鲜血迟流 由于当地并无医院机构 只得先送往医务所进行止血包扎 当晚载程专车北返就医 不幸中的大姓是 刀伤虽身但未伤及筋骨 对日后的守护活动一无后遗症 众明星未细受伤中最无辜又可贪的 因属中国影坛第一位为电影牺牲的 1920年代上海青春女星杨柳青 刚刚抗日爱国片孤军主角的杨柳青 饰演一名带头冲锋的女将军 没想到调派支援的部分真军人因棉花子弹用完 导演又没喊咖 竟就以真枪实弹扫射 另一说是开拍前未将枪中的真子弹退干净 首当其冲的杨柳青随即中枪 子弹由大腿正面射入穿过小腿 再次绞心穿出 假枪战真子弹的乌龙 一度令不知情的导演等幕后人员 赞叹第一次当主角的他演技极佳 假仲弹演得就像真仲弹一样 直到见其倒卧在真雪坡中 才惊觉事态不对 剧组紧急将他送医急救 无奈依旧回天乏术 此时的杨柳青只有19岁 故事回到未当体育皇后直千球受止伤的丁浩 虽未如刘小慧险些破相 离经被迫休息半年 黄宗逊那般血流如注 甚获似杨柳青失了性命 为人逃不过接骨治疗的追星之痛 让丁浩尽情追赶跑跳蹦的体育皇后 却是展现她阳光形象与矫健身手的量身打造之作 剧情描述向往求学的乡下姑娘郭素娥 在老师推荐与父亲准许下进城入读女子寄宿学校 一度因学习程度落后 城乡差距的不适应 以及同学间的排击等吃了不少苦头 灰心丧志之际 却在运动项目找回信心 受到老师赞赏 同侪仰慕的激励 素娥彻底荒废不拿手的学业 转向擅长的体育进攻 夺得数个奖杯的同时 成绩单倒是必然的满江红 父亲感慨花巨资 让女儿读书 结果却是本末导致 一怒之下要素娥辍学 消息传回学校 与她友好的同学周珊珊和 对她很有好感的珊珊包兄周昌杰 自愿赴乡下劝解 素娥亦承诺将认真学习 待课业有所提升才愿重返赛场 为校夺得冠军荣贤 以丁号挂头牌的体育皇后 属校园题材的体育励志电影 尽管电影有意呈现沉香教育差距 学校歧视生活霸凌等议题 但仍是以轻松愉快的娱乐目的为要物 丁号饰演的郭素娥被同学接受的原因 还是在她有过都市建文后 蜕变得不那么土 在老师朋友的教育下功课有起色 以及体育项目呱呱叫的优势 最终获得体育皇后的美誉 相较对社会批判并不锐利的1961年版体育皇后 李莉莉主演的同名电影1934年版体育皇后 则左翼思想明显 为强化震撼度 李莉莉饰演的灵鹰 即便拥有过人天赋 却应体认为着体育的真精神 我们只有奋斗的理念 而毅然放弃体育皇后的桂冠 两代体育皇后一个觉悟放弃 一个欢喜荣音 从引以再道的拒绝当皇后 到鲁蛇逆袭的当上皇后 截然不同的选择 恰是反映编导对电影走向的主导地位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